那那那我就开始呗 对行 然后本然后这次反正 啊对 我是来自自协跳动ST团队的 就是现代界 然后这次的话还是很高兴 能够在STK线上峰会上 就是能够和小冬 小冬一起就是给大家带一次 这个分享吧 对 然后小冬你这边要打个招呼吗 好谢谢大家 然后我是来自英特人群团队的 小冬然后也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永吉 来为我们来分享一下 那个VDU相关的一些知识 OK行 那那我这边就先开始吧 对 然后我跟小冬这次的 就演讲topic的话 是就bridge use space storage service to container via VDU 其实主要就是 介绍一下VDU的这个技术 然后同时的话 它是怎么就是让 就SDA能够在就云烟生场景 或者是容器场景 然后提供高兴 能够提供高兴的一个存储服务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就是今天的一个 就是agenda 对 那首先呢 我会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VDU的这个技术 然后包括 就VDU的是做什么的 然后它的一个 就研发的背景 然后它的技术原理 然后就是社区的一个状态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应用场景 然后接下的话就会由小冬来 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就VDU在SDA这块的一个应用和现状吧 行那我这边就先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就是VDU的 首先我们可能先要知道就是VDU的是什么 对 然后VDU的话是就我们自己研发的 然后然后贡献到社区的一个技术 然后这个技术方案的话 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我们用户能在用户台 然后模拟一个就是VDPA的一个设备 然后所以它的全它的全称也叫做VDPA device in user space 那可能就是这里的话 其实从这部图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VDPA设备 然后还有一个Watcher 那这两个可能大家就是 如果不信这个关系 我可以先简单讲一下 就VDPA的话 它实际上是为了做就是实现这个Watcher的一个 应用flow的 然后引入的一个概念 然后它像它的全称是Watcher Data Path Acceleration 也就是数据面加速 然后VDPA这种设备的话 它其实是在数据面 就是符合Watcher的一个就Stake 但控制面的话可能是由厂商去自定义的 就是这样一种设备 那这样一种设备的话 就如果我们实际要兼入到我们的Watcher的一个体系的话 那因为控制面它不符合嘛 所以它可能是没法直接接的 所以社区它又引入了一个 就在内核这一层 又引入了一个VDPA的一个框架 就是我这个图上的VDPA这个Subsystem 它相当中间做了一层抽象 就是让这种VDPA的设备 然后能够做完抽象之后 能够直接和我们现在的 像就是物理机场景的Watcher驱动 或者是虚机场景的Watcher驱动 能够就无缝对接 然后这个就是VDPA框架做的事情 对 然后VDPA设备和VDPA框架就是 可能在我们这次分享中 可能会涉及到两个概念 然后如果就是 就VDPA Watcher大家可能还 就是没法搞得太清楚的话 就在我们VDPA的这个场景 就是我们可以先直接 把VDPA等加上成Watcher 就可以理解就是 VDPA相当于我们可以通过VDPA 在用户来实现一个 这种Watcher驱设备 然后它可以同时 介入到容器 然后也介入到虚机 对 那 下面的话可能 大家会问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去 就是研发这样一个 就是其实方案 对 这里我 大概 就是总结一下吧 就 就这个方案的话 我们的目标相当于是 就是提供一种就是容器 就是提供一种软件定义存储 或者软件定义的那个方案 然后同时能够给虚机 或者给容器提供服务 对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VDPA的一个 就是对这个目标 那比如 就这个图我们看到 就我们刚才的这个设备 可能就可以是 就是一个Watcher的快设备 也可以是一个Watcher的一个网卡设备 那 就是像 就举个例子 就如果我们用快设的话 就一个比较真实的一种场景就是 我们可能 可能 会在一个就是存算分离的一个架构下 我们的计算节点 那么它可能 希望去访问分布置存储 那 就其实我们就会用VDPA 去模拟一个这样的一个 Watcher的一个快设备 然后同时的话就是能够供容器和虚机去访问 对 嗯 但这里的话其实 呃 那可能还有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呃 做VDU的这个事情呢 呃 这里我大概 就是总结了三点吧 首先的话 嗯 VDU的话 它相当于是 呃 应该是现在业界唯一的一个 能够同时支持虚机和容器 接入的一个 方案 相当于我们把整个虚机和容器的 接入站做到的一个统一 就是 嗯 这个这样的话在 技术复用上 然后在维护全本当 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收益 那尤其是像一些混布场景 比如我们可能 嗯 在一套服务上既有卡塔 就卡塔的一个容器 就或者也有这种 就普通的Rawc这种容器 那可能它 我们就一套法案 就相当于 把这两种 Wclose都已经 就都可以 就是服务到了 嗯 然后 第二个的话就是 就是 它是一个 通用的一个 设备模拟框架 因为它实际上是 模拟过拆药设备嘛 那Wclose设备 其实 就是我们现在 像一致的网卡 GPU 然后 快存储 然后文件存储 然后加密卡 就这块 其实 它是 都已经有Spec的 所以 相当于我们 就是V6的话 它是可以实行一个 通用的设备模拟框架 而不是局限于 可能 只针对像快存储 或者只针对文件存储 就这样一个 就是单独的领域 那这样的话 就会带来一个好处 就是 我们 有这样一个方案之后 我们实现一些特性 比如像 领考位 然后比如像 就是热身级 就是 就这些特性的话 我们可能 只要实现一遍 就可以在 就是各个 就是 这种 需要设备模拟的一个场景 就都能用了 然后这样的话 就统一了整个的 就是 一个是 叫做开发 就是成本上 可能是有所降低的 同时的话 包括像监控平面 就运营平面 然后管控平面 这些都是可以 就是 可能通过一套方案 就可以解决掉 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 就是 Wattchild的一个 就我们相当于是依托了 Wattchild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生态 然后 就这样一个生态的话 我们 像 已有的一些 因为Wattchild在虚击这个场景 其实是应用的比较广泛的 那 我们相当于把这一套 整个的搬到了云烟生 这个场景 那这样的话 比如像我们 已有的像SBK 然后DVDK 就这些 有的一些方案的话 那我们可能 要去迁移的话 就会变得很容易 技术上也能做到一定程度复用 而且 还从后续的一个扩展性上 因为Wattchild肯定是在不断引进的 那比如像 就是快存储 后面可能也会支持这种 ZNS 那这块 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就用起来了 如果 就是我们基于Videos的话 对 这个就是我大概总结的三个点吧 对 然后可能还一点可以提的话 就是相对于 就是其他的一些 就是现在的 已有的一些方案的话 比如像虚似上 像VideosU的 对 Videos的话 其实对比下来 其实首先是没有任何短板的 就技能上 其实都是基于共产内存 然后 相对于在比如像热身级或者充联上 可能还会有一些优势 比如 就在我们自己的一个 生产环境下 可能 VideosU的一个关键代理的问题是 它在做充联或者在做热身级的时候 如果在这种多对列多设备的程序下 可能 会带来比较高的一个down time 这个是主要是由于我们需要通过 Udix domain socket 去做一些 下期的一个协商 然后Videos的话 相当于 在这块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相当于没有基于UDS 也就是Udix domain socket 去做这些事情 对 所以 就在这方面可能也是会有一定的好处的 OK 那 就是Videos我们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 我们 就再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整个的一个 我们Videos的一个方案 对 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矿图 然后 大家可能主要看 三块吧 首先就红红标注的这一块 就是我们Videos的一个核心的两个组件 就是一个用户在Demon 然后一个类合模块 然后黑色的这一块的话 相当于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VDP的一个框架 然后它相当于是一个桥梁 然后通过VDP这个框架 然后就是让我们这一套Videos这个方案 能够对接到容器和虚击 对 就可以看到就是 向上的话 暴露到了 就容器吧 可能就暴露给Witcher去的 然后虚击的话 我们就是相当于 通过VDP框架 暴露给Vhost这个大 这个子系统 然后再进一步接给 接入到虚击这一块 对 就整个的一个矿图是这样的 然后的话我们 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一个个模块一个模块来看吧 首先就是 就是VDP的这两个核心的一个组件 就是我可以这边可以简单讲一下 他们主要做什么事情 首先VDP的Demon的话 就这里已经列到 它主要就是做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设备模拟 相当于我们 要模拟什么样的一个Witcher设备 这个是由用户台来决定的 然后它可能就需要模拟一些 像配置空间 像这种Witcher的一些配置 就这块 像一些FutureBeat 对 然后另一块就是 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处理这个Witcher的一个数据面 就主要就是 和就是通过Witcher设备 和这个Witcher驱动做一些 就是数据交互 对 这个就是VDP的Demon 这块需要做的事情 然后它的话 整个相当于是通过 一个字符设备 来和这个内核的这个模块 去做交互的 对 所以接下来的话 就是内核这块 而内核这块 这个我们的这个VDUseModule的话 它其实是 扮演了两个角色吧 一方面的话 它相当于会 就是是一个字符设备驱动 然后 让这个驱动的话 就相当于暴露字符设备接口 让这个Demon能够直接 就是 能够做一个交互 然后 另一块的话就是 它会创建一个VDPA的设备 然后 把这个设备的话 attach到这个 就是 VDPA的总线上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相当于就 把整个 VDUse整个 系统的话 就和这个 我们的VDPA 这个子系统给打通了 对 那这里还 其实还有一块 是这个 MMU-based Software IoT OB 这个模块的话 我们后面可能会 就继续详细介绍 它相当于是打通了 容器场景的一个数据面 就是让我们的 就是用户的Demon 然后通过这一个 模块的话 是能够访问到 内核的 watcher驱动 的相关的一些 DM数据的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 这个是相当于是 数据面的一个核心嘛 OK 然后 我们再来看就是 就这幅图描述的就是 如果我们 就是 VDU的这个方案 我们要去支持 容器这个场景 它的一个数据面 是怎么走的 就 就刚才我们 其实可能把右边 这一块其实看 看完了嘛 对它可能就是 最终就是我们 把这个VDPA设备 就是 attach到这个VDPA的总线上 然后 VDPA这个框架的话 实际上它实现的 也是一个 比较经典的这种 总线设备驱动模型 嗯 我们相当于有VDPA设备了 那自然而可能会 它会有一个总线的驱动 然后去就是绑定这个设备 然后 在容器上的话 我们这个 总线驱动的话 是叫watcher VDPA总线驱动 然后它会 相当于绑定之后 就探测到这个设备之后 它会 提取 就VDPA这个设备 它相关的一些信息 然后它会生成一个watcher的设备 然后 再把这个watcher设备 挂走到watcher的这个总线上 嗯 这样的话就watcher驱动 就能够探测到 这个watcher的设备 然后最终的话 根据我们模拟的这个设备的类型 嗯 它会相应的 嗯 是就是把你到不同的watcher驱动上 然后同样的话 像内核的子系统 暴露不同的一个设备类型 比如快设备 或者网卡设备 对 然后最终的话是会被就是容器看到 然后就或者就是在物理上能够被看到 然后物理机制可以通过相关的一些设备接口 然后去做访问 然后最终的话它的数据面的话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会通过watcher驱动 然后会通过watcher queue 然后经过这个MV-based Software IoTLB这个模块 最终的话会转发到用户它的DAMON 然后来做进行的一个数据处理 这个就是整个容器 就是我们要支持容器场景的话 它的一个数据链度是什么样的 就是整个 对 嗯 然后的话 嗯 另外一块就是支持虚机 嗯 就虚机场景的话 其实嗯 就 就是跟之前刚才一样 就我们可能之前容器场景 它是用的watcher VDP的总线驱动 相当于虚机场景的话 我们就是 会用这个vhost VDP的总线驱动 就是换了一个总线驱动 就通过这个这样一个总线驱动的 就不同总线驱动的进行绑定 就我们相当于就实现了 就是容器或者虚机的 一个无缝的一个就是一个切换 对 但这个总线驱动的话 它其实也是做类似的事情 它会提取相关的信息 然后甚至一个vhost的设备 然后这个vhost的设备 最终会接入到vhost的这个子系统上 然后vhost子系统的话 最终会就是跟虚机的这种模拟器 像cumul 像clad typewriter去交互 然后最终相当于 然后让相应官的模拟器去模拟这样一个watcher设备 最终暴露给虚机 然后让虚机的watcher驱动去使用 对 然后vhost这个子系统的话 可能如果大家对这块比较了解 比如最经典的就是vhost net这个 这一套方案 相当于它就是暴露一个vhost的一个net的设备 然后通过就是相关的一些iocontrol进行交互 然后让虚机能够模拟这样一个网卡设备 最终和vhost net这个内核线程去做一些的数据交互 对 然后vhost user的话 可能就是把整个内核下沉到某一个进程 然后它的交互的话不再用iocontrol 而是用就是unix domain socket去做交互 然后这样的话就变成了vhost user这个方案 他们整个的交互的信息的话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包括像future bit 然后配置空间 然后共享内存的这种秒数符 然后vuin的一个布局 就主要都是这些信息 ok 然后就是大的一个就是vdue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就是解决方案的一个框架 我就说到这里 然后我们可能再来记录看一下就是一些就是vdue的相关的一些技术器细节吧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主要还是跟控制面和数据面 控制面的话其实从这部图就是我们可以从下往上看吧 因为它的控制请求其实还是来自于vdp总线嘛 然后它的vdp总线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它的请求是来自于就是我们对应的相关的一些watcher的驱动 它比如像设处动处置画的时候 就是做驱动处置画的时候 然后可能它就会设计很多的这种控制请求 那这些请求的话最终会通过vdp总线 软长到这个就是对应的这个vdue的module 然后大部分的请大部分的这种控制请求我们其实主要都是在内核就已经处理完了 比如像像处置画像就是查一些配置空间 这其实在内核就处理完了 可能就是少部分请求我们会通过这种消息就是消息方式去转发到用户来处理 那内核要处理这些请求的话呢可能其实主要可能还是需要 首先要需要用户台的d们 它要通过一些l control去把就是需要的就是相关的一些信息先 就先告诉这个内核 相当于内核知道了比如像配置空间的布局 它的watcher的future 然后watcherq的比如数量 还有它的size 这些信息它告诉个内核之后 它可能就把它可以存储起来 那样的话这样我们的控制请求过来 它就直接就直接可以返回了 对 然后但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没法在内核处理的一些就是请求 比如像如果设备我们可能就驱动 如果就是已经加载完了处置画完了 它可能就需要通过设置一个这种状态位 也就是比如dry ok这种状态位 去告诉就是设备你可以处理处理开始处理数据了 那这种的话因为我们的数据面是在d们去做 所以就这种请求和我们相当于就会转发给就是就是d们去做处理 对所以的话就整个的一个控制面主要就是就是由这三块组成的 嗯 嗯 然后的话 嗯 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数据面 那数据面 那数据面的话 嗯 就其实整个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怎么能让就这个d们 对用户态的这个进程 能够访问到就是我们watcher驱动里面的这个dma buffer里面的数据 嗯 这里的话其实是分两种情况的 那首先是容器这种场景也就是物理界的场景 嗯 就我们可能刚才我们之前提过的这个这个mmu based Software VIO TOB 就我们需要把这个模块用起来了 那这个模块其实它实际是很就是引入了一个就是bouncingbuff的一个机制 相当于我们在watcher驱动把这些数据准备好之后 它会先我们先把这个数据会考虑到一个我们事先准备好的bouncingbuff中 然后这个bouncingbuff因为是我们事先就已经true好了 所以就是我们的d们相当于一开始也会通过mmap把它映射到自己的一个地区空间 就这样的话嗯 这个我们有数据来 就d们只需要访问对应的这个bouncingbuff 嗯 里面的这个对应的位置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拿到相关的一些数据了 对 这个就是 就mmu basedSoftware VIO TOB 就这个模块主要做的事情 嗯 为什么需要有这样一次拷贝 主要还是因为 嗯 从安全文角度去考虑 因为我们的这个dma buffer 它可能不一定是4K对齐的 嗯 那可能它这个4K页面里面可能会包含一些其他的比如 内核的敏感数据或者其他的数据 那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把这整个页面映射给 用户台的一个任意的一个就是用户台这个demon的就用户台video的这个进程的 这样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数据泄漏或者是甚至可以crash内核 嗯 嗯 所以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 嗯 极致 嗯 当然像这种事先分配好的 嗯 像 Watch Queue的这种 Avator Ring User Ring这种 这种数据结构 那因为 就是都是由watchR要驱动自己把控的嘛 所以这种我们也一开始就已经通过NMap 印象到了这个demon里面 就直接可以做共享这种 就是直接可以做 类似共享内存的访问 就这块是 后面可能如果我们的DMbuff 它可能能事先注册 就事先分配 或者是事先注册 嗯 或者是 或者是可以对齐 就这种后面可能 我们也可能能够实现这种 零卡贝的一个机制 嗯 然后在虚击这个场景的话 嗯 它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你之前说的 就是我们整个内存是共享的嘛 所以第一个直接是可以访问到DMbuff里面的数据 我觉得对 这个就跟之前的 我们就跟我们的vhost user 这个套方案其实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了 嗯 另外两个核心点的话就是 嗯 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要接受Kick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 就是就是中断注入 对 这两个的话一个是通过 就EventFD来实现的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通过 这个IoControl 就加了一个IoControl接口来 来做的 对 嗯 然后V2的这一个 就整体的一个方案 就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来看一下 嗯 我们今年在 因为V6的相当性是我们就是去年核入社区的嘛 然后到22年我们就今年我们又做了哪些的一些事情 对 反正主要有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支持这个U-Memory的一个注册 对 就是支持用户在把他的内存注册成邦性Buffer 嗯 这里的话其实嗯 就是背景是这样的 就其实我们可以看这下面这个矿图 嗯 比如我们想要用SBK 去接入V2的 然后来为就是容器场景提供服务 嗯 那嗯 一般就SBK应用场景 就两种嘛 就一种就是 接入本地盘 就走这种VFIO 然后走用户在MVM驱动嘛 然后另外一种就相当于是走这种网络存储 就可能类似MVMFabric 然后走通过IDM去防远端的存储 但嗯 这两种的话其实我们的Buffer都需要事先注册好的 就注册给内核 那这样的话就会呃 出现就我们如果引用了V2 我们在整个数据电路上会存在两次拷贝 嗯 因为首先一次是Buffer 意思是到就注册的内存 那自然我们就会想 嗯 那这次两次Cover 就拷贝 就没有可能优化掉 对 因此的话我们就 嗯 再让人能想到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 这一块Buff 我们既注册 然后既注册给 就VFIO或者是RDMA网卡 又注册给这种 就我们V2子Buff 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拷贝 次数就 就是省掉一次了 对 这个也就是嗯 我们就是 为什么去做U-Memory 可以注册这个特性的一个 就是一个初衷 嗯 嗯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 也是 就是 IoQ的一个 清合性 就中端清合 就中端清合性 就这样一个特性 嗯 这里主要是 我们在 我们自己的环境下 一直看 就发现一些问题 就是 我们发现在 就是 如果通过V2子 把 这种IoPS 打到很高的情况下 比如50万或者60万IoPS 嗯 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其实 我们会发现 它性能会出现瓶颈 然后这个瓶颈的点就在于 就 Watch App Block 这个驱动 它的这个 Water Q的这个 在这个 Water Q的这个Lock上 就锁上 它会有 就是产生瓶颈 对 然后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 就是提交请求 就 Watch App Block 驱动的话 我们提交请求和完成请求 可能 嗯 因为是用的同一个Q嘛 然后 这样的话 它在提交和完成的时候 是需要加锁的 嗯 然后的话 嗯 我们完成请求它的 嗯 就对Vduz来说 我们之前注入中断 可能是通过这种 嗯 Watch Queue 就Watch Queue的话 可能我们并没有指定 我个CPU 这样的话 它会导致 嗯 CPU可能不是在同一个CPU上 那这样的话 就产生锁竞争 然后Vduz的 这个Bunding Buffle 机制 又进一步把这个锁的 零件区给放大了 因为我们的 这个拷贝 其实是在 嗯 这个锁的零件区里面的 嗯 因此的话 就是 就产生了一个 表达的一个性能瓶颈 然后 其实这个性能瓶颈的话 其实 嗯 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解决吧 嗯 可以从Watch Queue Blog 驱动去解决 比如 我们把Bunding Buffle 的拷贝 挪到锁外面 那也可以从 整个 就是Watch Queue的这一块的 核心代码上去解决 就 把锁的零件去减小 然后 那这里的话 我们可能 就是先提到社区的可能还是一个 就是 我们是先进入在VDU的这个层面去 嗯 解决这个方案的一个 就是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 对 然后就相当于我们想 让这个 就是 IQ 的这个 回调 能够运行到 就是跟提交请求同样的一个CPU上 那这样的话 其实 嗯 就 相当于就锁就没有了 锁在开销 那这个的话也是在多对对的情况下 通常虚计可能 也 基本 基本都会是这个配置 就只要是CPU和 这个Q的数量是一样的话 基本都是就是相当于1-1 mapping的 嗯 然后要 嗯 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在 VDU的这一层去 实现一个就是自动的一个中断 亲和性的一个管理 相当于我们要 我们 比如我们 就是最简单 就是这个图 我们要保证 如果是CPU和Q的数量一样 那我们的 嗯 这个 发中断 就是调用中断回调的时候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 做出的CPU 和提交对立的CPU 提交请求的CPU 是在 嗯 一个CPU 是同一个CPU 然后 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 如果我们在 CPU和 这Q的数量不一样的情况下 那我们 就需要 尽可能能够让 就是提交请求的 这个 CPU 就是 就往同一个 一个同一个对立 提交请求的CPU 是在 就是同一个NUMER节点上 就至少NUMER是亲和的 对 然后这样的话 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去 也能缓解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但如果是这种场景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方案 可能就没法完全解决 嗯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锁的竞争问题了 所以可能还是需要 嗯 依赖 就之前提到 要么从WATCH BLOCK 要么从 就WATCHL的核心代码 去 去 去看 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解决 对 嗯 到这里的话 基本 嗯 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嗯 就是方案 还有它的一个现状 就 嗯 介绍到这里 然后最后的话 嗯 可以 我可以简单讲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 就WATCHL这个方案 我们在字节 就是内部的话 一个就是应用的场景 还有 嗯 对 主要的一个应用场景吧 对 就之前 嗯 其实在开始也说到了 就我们 最开始的话就是解决存散分离架构下 就我们要 就余原生场景 存散分离架构下 那我们的 嗯 计算节点 想要去访问 我们自己的这种分布式存储 啊 嗯 怎么去做这种介入 对 然后 然后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用了Videos去解决这个问题 相当于我们 就快存储 我们相当于就是 我们的一个这种快设备 然后介入到 啊 WATCHL BLOCK的这个驱动上 然后去 去相当于去 去 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的话 那另一块就是 对于这种分布式文件存储 我们其实也用 也就我们 内部的话也是 相当于基于Videos 就是 然后做这个介入的 这样的话 相当于把整个 嗯 分布式存储这块的一个 方案相当于就统一了 然后 这样的话 嗯 整个就之前说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 特性 比如零卡费 然后 一些 热身级 这些特性相当于就直接 就是 嗯 通过Videos这一套方案 就 全部都解决掉了 对 然后区别就可能是 之前的WATCHL BLOCK 驱动 就换成了WATCHLFS 对 但我们对WATCHLFS 这边也 就原生的WATCHLFS 驱动 可能还有些问题 就我们相当于还是做了 不少的优化的 嗯 那现在的话就整个 就是 提到的这 两个场景的话 应该我们在自己类部都已经开始打规模 部署了 嗯 对 应该 覆盖率应该接近50%了吧 嗯 OK 然后我这边应该就是 嗯 我这边的部分应该就差不多接到这里了吧 嗯 然后就 后面就交给小冬 然后小冬 你这边再介绍一下 就就在SDA这块的一个 就是应用和现状呗 嗯 好的好 谢谢 谢谢永吉对那个VDU的介绍 然后我这边开始 嗯 我先攻击一下屏幕啊 继续算 OK 然后 我现在来开始 然后接下来的主要内容 其实是关于 SBGK引入VDU的意义和作用 然后主要内容的话 主要是分两块一块是 是说 SBGK为什么还需要 再有一个面向容器存储的这样一个服务 然后以及 SBGK结合VDU的一些工作 那我们先从需求上 然后来说 就是当前 其实圆圆深合容器技术已经是 业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了 然后也是最流行的一个发展方向 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应用的话 都已经开始迁移到 或者说正在向 云圆深的架构上迁移 那么最初 在云圆深上 在云圆深架构上迁移过去的这些应用 都是像那些 Status 不依赖之前数据的这种 无状态应用 然后在日后的话 是有很多那种运行期 对运行数据 有依赖了Statefall应用 现在甚至也是有不少那种 企业界的应用 然后也在迁移的路上 那么正是因为在云圆深上面 它承载的应用类别是越来越丰富 容器存储的需求也是越来越迫切 所以有的应用的话 它其实需要一定量的存储空间 然后来做计算过程的数据暂存 然后也有 找类似于像企业机应用一样 它需要将它运行过程中的数据 然后做实际化的保存 那么SBTK目前作为一个 被广泛应用的 用户台空间存储方案 近几年 就是有一个问题 也是被问到的频率越来越高 那就是SBTK如何用 如何用SBTK去支持容器的存储 在开始用户台存储方案前 我们来先回顾一下 SBTK现有的存储服务 就是现在SBTK的话 主要是分两种产品级的存储方案 第一个的话 也是SBTK最早支持的存储服务的话 其实是分离式存储 SBTKTarget 然后它运行在存储节点上 接管在存储节点上 所有的这些本地存储设备 然后经过网络来给计算节点 来提供存储设备 那么在分离存储服务里面 大家可以将这种物理存储设备 都集中在存储节点上面 所以它可以提高存储设备的利用率 然后也方便这种这些设备的运维 SBTK的这种分离存储服务呢 有像SGAS 还有MME 他们都兼容标准规范 而且功能已经比较完备了 然后在性能上 其实对比其他的方案 都有不错的性能优势 所以他们的话 其实是不管是IDM也好 TCP也好 然后都是被广泛的采用部署 然后有很多企业级用户 来接触SBTK 其实都是从SBTK的分离式存储服务开始的 那么就第二个方案的话 是虚拟化存储方案 SBTK target 它其实也是运行在计算节点 作为这些虚拟机存储的一个后端 然后再下后的话 它既可以接管本地的存储 然后也可以去接后端分布式的存储器群 那么SBTK的虚拟化存储的话 它可以以VFO的User 然后以最新的VFIUser方式 可以与QMU Cloud HiveWiser 然后来协同工作 如果要达到同样的存储性能的时候 SBTK可以占用更少的这种计算资源 从而可以让计算节点上面的这种虚拟密度 进一步提高 然后使用SBTK这种虚拟化方案的话 其实在客户机内部 其实都可以得到更低的延时和更大的吞突 那么这些虚拟化存储方案也是被广泛的应用 而且有很多云相关的客户 他们接触SBTK都是从SBTK的虚拟化存储 然后这些方案开始的 那么到了容器时代 就是SBTK怎么去支持这种裸机容器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对于SBTK来说 首先之前讲到这种分离式存储的话 它是跨节点的 所以它的它有这种网络 然后来作为它的边界 然后对于虚拟化存储来说的话 它有那个虚拟化层和Hypervisor来做边界 但是做对于这种裸机容器存储来看的话 SBTK它其实也是计算节点上面的一个进程 然后它需要能够直接给计算节点提供存储服务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它的那种边界只有那个Linux内核 最早的话其实是NBD被用到了去支持这种裸机容器 这是在那个17年的时候 然后有早期的客户 然后在跟我们探讨SBTK相关的话题时候 提到了他们的这种用法 那个NBD的话 它应该是Linux Network Block Device的简称 是那个Linux网络夸设备 然后在那个Network里面有对应的NBD模块 进程呢只要按照NBD系统的调用过程 然后就可以在系统里面创建出对应的NBD这种块设备 然后如果这个后端它能够以报文的形式来读写Socket 就可以处理那个从前端到后端这种块LO了 SBTK里面的话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会有NBD功能 然后它可以将SBTK里面的这种BDAO 然后导致图成本级上面的那个NBD设备 但是呢就是有几个缺点其实是比较 还是比较大的 就在于是 首先NBD这个功能在SBTK里面的话 它不能根据SBTK所占有的那种CPU核心的数量 然后能够做那个性能扩展 第二个的话就是NBD它本身这个模块在SBTK内部 它也没有经过完善的性能优化 所以它的性能其实并不是很好 第三个 最后一点的话就是相对来说 NBD这个协议的话它效率并不高 所以说NBD对于SBTK来说这种容器存手服务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此呢就是NVMF 然后是我们SBTK社区就是暂时推荐的一个方式 就是以这种Lootbag的方式 然后在本机上运行NVME over TCP 然后来提供NVME 来提供NVME类型的设备 然后本身NVME over Fabric这道方案的话 在SBTK里面它是具有那种核拓展的能力的 而且呢它也是整个整个网络站 整个这种存储站的话也是得到过SBTK社区很好的优化 所以相对NBD来说 NVME over TCP它的那个性能要好很多 但是如果要作为本机存手服务的话 它的效率其实依旧不高 因为Io的那个每次这种收发 还是需要对这种Socket 然后做一些收发处理 然后所以每一份Io的话 其实在那块里面都会有两次拷贝 意思是从那个就是前端的USBubble 然后到Socket这样一个写的 读写这样一次操作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Socket 然后到后端的话 又一次数据搬译的操作 所以它的效率并不是很高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对于SBT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就极切的需要一个能够高效的 然后为本机 然后提供跨存储的方案 这样一个用户它的快损存储方案的话 如果要提高它的性能和效率的话 我们也是考虑它的原则的话 大概应该就需要两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对于这种 Io的请求和内容完成的交互 我们希望它能够最后以最后用Q的形式 然后来完成这样的话 进程和内核之间 它们之间来相互传递 请求和响应的时候 就可以高效的 然后就是要 要么就不经过系统调用 要么就是以很少的系统调用 然后能够做到那种高效的批处理 然后对于Io数据的传递的话 我们就需要能够在进程和内核模块之间 然后有那个内存供养 或者是内存映射 这样的话 每分那种Io数据的话 就可以避免从内核 然后到SBDK后端之间的这种 这次额外的拷贝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构成的话 我们这样的想法就是将 WaterIoBlock这个方案 然后能够做到本地化 或者说本计化 这样的话 它既可以去重用SBDK WehoTarget里面一些 就是已有的很多设施 然后呢 它又在虚极和容器之间 其实保持了一个一致的 WaterIoBlock这样一个块设备接口 这样的话 对运运维吾 其他的使用方式的话 使用场景的话 应该会更加一致更加方便 然后呢 在内核块设备和SBDK之间 他们就是可以经过一次的内存复制 就可以完成那个 在内核这个WaterIo快设备 就是到那个SBDK这边的话 其实整个这个过程里面 只要有一次那个内存复制 就可以完成我们的数据传递 所以经过一个一个非常简单的圆形 然后我们对这个圆形评估之后 然后也得到了预期的一个性能 这个性能的话 其实是可以与那个WaterIoBlock 在SBDK这一侧 是可以有相同的性能指标的 然后也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2021年初的时候 我们在Ninux内核邮件里面 然后发现了WaterIoBlock 然后在内核邮件列表中 然后已经看到 永吉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WaterIoBlock 实现 它呢 和我们的期望的特性的话 是完全一致的 然后 而且我们觉得它的那个代码质量非常高 而且经过了内核社区非常严格的认真的 这样一些审查和修订 在实现上面的话 然后我们在看VDU的实现的时候 发现它里面 然后就是实现这个基于MU的一个软件的LTLB 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然后最后的话 就是就是永吉在提交VDU 给Ninux社区review的时候的话 VDU其实已经在字节内部 就是也是有相当规模的部署应用 它已经经过了自己的内部生产环境的验证 所以VDU对我们来说 或者对业界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可行 而且可靠的一个方案 那么就是 在准备将VDU然后应用到SBG上的时候 我们正好遇到一个关键问题 那个就是虽然VDU然后它在 处理Io的时候 会将Io数据复制到对应的这种BounceBuffer里面 但是这个这个映射的话 它是动态映射的 你就是复制过去之后 然后这个映射给SBG的时候 它是动态映射的 因为SBG它需要给它接管这些物理设备 包括MME这种本地盘 RMA网绑卡 给这些用户台设备 需要提前注册 他们可以访问的这种内存 但如果像Prile的这种动态映射的话 那并不能满足SBG上面 这些用户台设备的需求 所以在就是在今年 然后有机做的对VDU的这个增强 对这种User-based memory 这样一个增强的话 然后可以让SBG 将自己的大业 然后注册到那个VDU的里面 然后作为一个BounceBuffer 这样呢 这个大业内存也已经注册 SBG也已经把它注册给了 就是后端的这些用户台设备 这样一个功能的话 就可以帮助SBG构建一个 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数据通道 整个在后端的存储转件站上面 比如当容器 然后一个实力 需要发起一次Io写进行动的时候 然后它经过那个文件系统 然后再经过那个WordIO 设备到达VDU的时候 VDU就会将这份数据拷贝到SBG SBG注册的这个大业内存中 然后呢 它会把这个请求 就是这个WordIO请求里面的那些 那个地址转换后 写入到这个WordQ里面 SBG在收到这种WordQ里面的请求 在解析之后 它给这个后端的 用户台设备提交这些请求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的 然后在大业 就可以直接的让这些设备在大业内存上 然后做DMA 整个这个过程的话 只要有一次数据的复制 然后就可以了 目前我们正在做SBGVDU后端的 只能工作 然后这部分工作的 其实RFTPatch的话 也已经 也已经放在Garrett上面了 对于这个patch的话 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 基本的一些性能测试 在配置出多个VDU的 WordialBlog设备之后 我们在计算节点 创建出多个容器实例 然后在这些实例里面去用FIO 然后在SBGVDU的后端 就仅仅看SBGVDU这些reactor的话 我们这个后端都能达到非常极致的性能 然后每个reactor的话 它对VDU的Blog的处理的话 都与我们就是对虚极的WordialBlog 相同的 就是三个SBGVDU核心的话 它可以超过 那个就是 超过100万的LPS 每个核的话 尤其在实际上平台上都可以达到 一点几兆的LPS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Pack 虽然已经可以完整的处理 这些本机IO了 但是像VDU所具有的这个recover功能的话 我们还没有在SBG里面去使能 所以说后期SBG后端的话 会将VDU相关的功能都完整实现 然后也是希望能够这部分工作的话 能够早日那个合入SBG主线中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积蓄优化性能 其中一个主要的优化点就是刚才永吉也提到 就是因为Linux社区 然后对那个安全上的考虑 其实很难去接受一个零拷贝这样一个方案 但是呢就是VDU的对每个IO 如果如果要是不去实践一个零拷贝的话 那么VDU对每个IO还是需要那个CPU 来做这样一次那个busting buffer 与PageCash或者是Use buffer之间的拷贝 那么我们呢 其实是想后续继续探索一下 如果依靠英特尔新一代平台上面的这个DSA 这个内存工作这样一个加速器 然后来卸载这部分内存拷贝操作 也就是说每次当有一个请求 从那个用从启重器这边 然后到达内核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那个使用VDU 然后来用DSA来做一次那个 就是 来做一次那个内存DMA操作 然后当内存拷贝完 拷贝完之后VDU的话 再把这个请求然后再放过的Q交给SBQ去处理 这样的话整个链路的话 其实就可以通过设备来做 零存拷贝 对于CPU来说的话 也是一种近似的零拷贝的方式 那么最后呢 是有了VDU之后 SBDK在计算节点上 来支撑整个容计存储的一个完整链路图 可以看到 本地存储 远端存储 以及云存储 其实都可以进入到SBQ的软件站 SBQ再通过VDU 就可以为 就可以在 在那个用户态 然后为计算节点 然后来模拟 很多的Wortile Block设备 这些Wortile Block设备的话 如同不同块设备一样 就可以经过文件系统 然后也可以 以就是以块设备 这种直接的使用 然后来给到容器实力 然后也正是因为 有了VDU 搭建了这样一个桥梁 SBQ可以将用户态的存储服务 然后给到容器去使用 所以说 对SBQ来来说 VDU是给基于SBQ构建的这些 容器存储设施 包括一些 已经在外界可以看到一些容器 CSI驱动 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输 传输路径 所以说 我们只好在我们看来的话 VDU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桥梁 然后来帮助SBQ 然后以及SBQ背后的这些 这些对容器的设施 我大概那种也就到这里了 好 谢谢大家